哇 像竹孙 宋代人他吃得会很清淡 所以里面会用了新鲜的虾 然后在外面是用了竹孙包起来 保持它的原汁和原味 物周古法将高线呢 实际上我们宋代又叫谢生 宋代人这道菜对原料的追求就是 即作即食 这道是茄晓 这道是醉蒙两头屋配吹笔 当年李清兆因为思念他自己的丈夫 就喝了好多的酒 醉了就把这个酒壶里的酒呢 倒翻了烧肉的这个锅里 所以这个宋代的时候又会把它叫 清兆醉肉 哇 这是什么 这道是大盆卵 宋代有一位叫安庄公 他们平时生活比较蓝散滑稽 所以意志比较消沉 他的朋友就想办法怎么样激励他 给他做了这么一个大盆卵 让他有大盆展翅的精神 这道菜记载于周密的其中野语 咱们国家的这个饮食文化真的是太佛大精神了 他的做法是先将十几个鸡蛋的蛋清和蛋黄分开 把蛋黄装进洗净的羊肚里 扎好之后蒸熟 再把羊肚放进洗净的猪肚里 然后用蛋清溶控盐好 再扎好之后再来蒸熟 所以它形状像一个瓜一样大 可以叫大鸵卵 这两道根据宋朝的菜股还原的菜品分别是 莲房鱼包和波霞贡 三家亲共中对于波霞贡的做法描述是 对于火锅这种吃法最早的文字记载 这个就是火锅 这个是火锅吗 火锅最早就产自于我们宋代 它这个名称也就是风帆造碗霞 所以三家亲共作者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波霞贡 源自于我们宋代的初向 棉花含苞待放的时候 把莲包取下来 把里面的囊取掉 把桂鱼的肉舔进去 就是让桂鱼的肉吸收了这个莲包的这种芬芳 这种芬芳的肉贡